水墨 书法 油画 水彩 带您来欣赏廖慧雪多元的艺术创作 从小学习书法 临摹柳光全铁 年纪稍长后 因为课业繁重 廖慧雪 书压的方式 就是绘画人像铅笔素描 在校协助编辑毕业纪念册 及社团招生海报 对绘画的喜爱 从小萌芽且持续不断 毕业后 开始尽情悠游于各种艺术领域 为了更上一层楼 在文化大学首开艺术硕士在职专班进修 与张克琪 赵松云 吴永清等几位知名大师成为同学 两年艺术硕士专业课程 让他更深入地了解艺术这门学问 廖慧雪的水墨画 主要诗成孙嘉勤 苏丰楠 图灿林老师 油画水彩为吴晨彦 冯德伟老师 书法传科为黄一鸣 吴京阳老师 摄影为杨川真老师 皮雕则向田鼠指 及叶佩玲老师学习 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美好的一面 让人们去捕捉 寻觅 呈现的方式与媒材也非常多样化 有具象 抽象 有用笔 用刀 或使用相机 随心所欲 不局限 心无挂碍 心性成名 才能从事创作 随性之所致 悠游于异海之中 率性而为 无需在乎成功与否 欢迎一文爱好者 李玲共赏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